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 其实呢 我们不成大师了 我们都是郭林心气功的传播者 我们的这个在中国呢 大家都是很普及 都知道郭林心气功 她的发明者呢 是一个女画家 她的名字叫林魅舒 她因为自己生了癌症 生了癌症以后呢 很久都没有治好 最后上手术台的时候 她感觉自己要死了 她的老母亲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 下面还有小孩 所以她觉得她自己不能死 她说我怎么挽救自己呢 她想到了中国古典的传统的这些功夫 那么她决心这次如果手术台我能下来 我一定要用我们祖国的这些流传的这些宝贝来救我自己 那么她在这个手术台没有死以后呢 她确实是 她学了很多很多有关古典和我们现代医学 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养生 健身方面的知识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她的确是挽救了自己 她成功的抗癌成功了 她当时呢 不仅仅是有癌症 她身上还有心脏病 还有这个关节炎 很严重的关节炎 就是这些病呢 她自己克服了以后 她就有一个想法 她想呢 既然我能救我自己 我也能救别人 所以她很有意思 她实际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中国的山水画画家 她实际在自己的这个呢 她是北京画院的一个我们周总理请怀的一个专家呀 所以说呢 她自己的生活会因为她的事业很好过 可是呢 为了这个她感觉到她如果能救救人的话 她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呢 会超过她成为一个画家的这样一个意义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 就是在当时是对知识这个这个封杀呀 所以很多东西都不允许的到这个社会上来传播 可是呢 她是顾不了这么多 她觉得那么多人生活在痛苦中 她就悄悄的走到医院的挂号的那个地方 去一个一个的跟病人说 你有什么病啊 你的病我可以帮助你啊 这样就是一点一点的积累 一个病人一个病人最后就在公园 我们的那个帕克 形成了一个公园气功热 很多人呢 追随她跟着她学习 那么成功的救治了许许多多的病例 是的 我们听到王大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 我们才发现 气功这个东西是内加功 它主要是要打通任督而迈 那大师可以跟我们讲 我们这个气功和别的门派的气功有什么不同 那中国古典气功呢 它最重要的是要养生 延年益寿 她的这个病人 她的那个学习的这个寿重面呢 基本都是什么呢 都是健康人 那她的老师呢 在发现这个人很有悟性 人品很好的时候 她会选择她 让她来学习 但是郭林老师这个情况变化了 她面对的是广大的在痛苦中的这些病人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些心脏病的病人的 这个青光眼的病人呢 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 肾的病 肝的病 就是脑瘤等等很多这种病人 那后来呢 就是求助她越来越多的是广大的癌症病人 因为癌症病人呢 他们由于他们的疾病呢 他们的治疗呢 很痛苦 经常是由这个家的那个就是由富变穷啊 花费很大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郭林老师的注意力呢 确实就发展到这些癌症病人 各式各样的这个癌症病人都很成功 她的第一个病例呢 是一个两肺 两肺涨满了肺癌 就是弥漫性的扩散的这样一个病人 打开胸腔以后发现不能手术 这时候呢 才由着郭林老师手把手的教她 那时候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 心脏不好 肝不好 而且呢 有这个腹泻等等很多很多的症状 人是走两步就要坐下来休息 气喘吁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半年以后她对全社会宣告她抗癌成功了 在一个在那个中国非常著名的这个医院里面 显示她的两肺清晰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这种病例越来越多 对中国的这个癌症病人影响力越来越大 是的 我们可不可以请教这个王大师 我们的气功 主要是治病 主要是抗肿瘤 那她这个原理是什么 我们的气功呢 实际上呢 是传统的这个功法的推陈出新 我们不仅可以治病 我们还可以延年益寿 可以养生 但是呢 由于我们在这个病人的紧急情况下呢 我们比较突出出来的呢 就是说我们确实是有针对性的 可以治疗癌症和慢性病 那么癌症的功法和慢性的病的功法它是不同的 所以郭林老师的很大的一个对气功的改革呢 就在这个方面 就是她的气功是有效的针对了各种病 假如说她是癌症病 郭林老师她在辩证实质的时候 她的主要的观点是要大谢 她的手法呢 就是要手心不向着自己的身体 要向着外面 要向着地面 那我们的慢性病人呢 比如说她的这个贫血呀 或者说是长期的营养不良啊 或者是就是 总而言之慢性病人呢 不能大谢 她是需要补 所以她的手法呢 是要向着自己的身体 这样就有效的区别开了 这个各种病的 这个康复的这个 办法 比如说血压高的病人 我们就一定要指尖 手指尖向下来做这些功夫 那如果你低血压呢 你就不能指尖向下 你就要手心向上 这样就会把你的血压升上来了 那么我们古典气功的意念呢 就是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谈到的 这个大小周天的这个学习 那我们这个意念活动呢 那在古典气功来说 它是一手丹田的 下丹田是修命的 上丹田是修性的 它是不同的分别 但是都是 不是为了针对病 那我们郭林老师在改革 这个意念导引的时候呢 他在这个处理慢性病的时候呢 他用的是 体外的这种一手 他不一手身体上的丹田 他是一手外面的 身体外面的提 他叫提 实际上呢 这个提呢就是一个良性的意念 通过这种良性的意念 进行我们的这个 就是一念 带万念 就是用我们这个非常好的良性的意念呢 去代替很多的这个 不愉快的这些杂念 渐渐的你就会凝神俱气 虽然你的意念活动在身体外面 我们叫物外导引 不是守身体 但是这种呢就不容易出大的偏差 因为古典的气功呢都是单传密寿 是需要一些很高明的老师陪在你身边 经常的去指点你 但是郭林老师的这些学生们呢 他是很广大的这个群众 可以说是千千万万 不可能得到他每一朝每一世的亲自指点 这时候他就要把他的这个功法改造的比较安全 不管怎么练我不会出很大的偏差 那我们这个意念导引呢就变成了选题 首题放题 我们这个气功和这个古典气功 它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什么地方 主要的就是我们郭林老师讲的 就是郭林新气功的三观共度 改造为三观共度 那三观共度呢是我们这个一上来以后 就是站坐卧是这个一手丹田 呼吸呢也是用我们这个古典气功的呼吸方法 几十种非常的多 是很深奥的 但是郭林老师在改造的时候呢 把我们的呼吸改为三种 很简要的风呼吸气呼吸和自然呼吸 那我们在这个三观共度的时候呢 就会就难度比较高 那三观分度的时候呢 我们的学习难度就减低了 比如说我们的癌症病人上来 我不要求你一手 我要求你的头脑很放松 只要不要有杂念就行了 但是我第一个给你上的是呼吸导引 我们郭林新气功有五大导引 就是古典气功呢就是你的四字导引 呼吸导引 意念导引 声波导引 和你的按波导引 那如果这五个导引同时上 那病人他会学起来很困难 那我们的癌症病人首先第一个上的就是呼吸导引 郭林老师把那种很就是深长的呼吸改造为短促的呼吸 这个短促的呼吸呢 他强度比较大 这样的话呢他会吸氧量比较高 吸氧量比较高 比如说吸吸呼 那我们就是吸两次呼一次 这样我们比正常人的吸氧量就会大一些 那我们正常人的吸氧量他是不能抗癌的 那如果能抗癌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得癌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听到这个这个欲罢不能 非常精彩 那现在就是这个呼吸法有三种 有负质呼吸 有自然呼吸 还有一种什么 我们现在的三种呼吸呢 一个是我们抗癌的风呼吸法 一个是我们治疗慢性病的气呼吸法 还有一种就是大家自然的呼吸 我们平时用的 所谓分呼吸是什么 分呼吸呢 是鼻子吸鼻子呼 鼻吸鼻呼 不用口 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 就是增大吸氧量 因为大家知道呢 在你们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美国德克萨斯州癌症中心呢 雷九南博士曾经到北京去访问过我们的老师 那么在访问老师以后呢 他回来在在美国发表了文章 就是说中国有一种很科学的方法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增加到八倍 在我们正常人的吸氧量增进增长到八倍的时候 癌细胞它会存活不了 它会被窒息 但是我们的这个快功 特快功 就是刚才给大家演示的这个特快功 它的吸氧量有的时候 甚至能超过人的正常呼吸的二十倍 所以它远远的就是能够克服这个癌细胞 那什么叫做气呼吸 气呼吸实际上呢 是我们古典的这个这个气功的呼吸方法 它就是细慢云长 比我们正常的呼吸要改变成这种细慢云长的呼吸 同时呢它是鼻子吸气口呼气 所以它简化了 其实我们古典的呼吸就像您说的 有俯视呼吸啊 有什么停闭呼吸啊 有胎息啊 很多很多种 但是这些东西对于治病来讲 第一步我们还不到那种程度 我们还是学最简单的 就是强呼吸强氧化 那么强呼吸强氧化强代谢 就会迅速的把你身体内不良的东西清除掉 然后把大自然中这个有效的 能够改善你身体状况的这些好的东西吸收进来 什么呢 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新鲜的氧气 阳光啊 良好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有氧运动足够了 是的 那这个气呼吸和风呼吸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气呼吸和风呼吸它是截然相反的呼吸 那么气呼吸呢 它是强氧化强那个 这个代谢 我们的气呼吸呢 是慢氧化 慢代谢 它是有氧呼吸 它是降低你的吸氧量 降低你的耗氧量 啊 我们曾经听过有的那个瑜伽的 这个印度的瑜伽大师啊 这个大师把它埋藏在地下八天 这个人还能活着 为什么 它就像乌龟 他们进行什么这种龟西啊 或者说是这种冬眠的动物啊 它已经把自己的耗氧量降低到几乎 就是很少很少 所以它不用那个去吃东西啊 或者去到外面运动呼吸啊 都不用 它就休眠状态 那我们气呼吸呢 就是要使我们的人呢 达到这样一个养自己的状态 对不对 我们很好地保养自己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好的 麦子伦五百 广告之后见 好 谢谢主持人 好的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继续请教王大师之前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王大师的背景 可以跟我们讲你的新路历程 对七公的心得 好的 今天能接受魅力中国的这个采访呢 对于我来讲是一件很惊喜的事情 我们这次来这个美国呢 在某种程度上说呢 当然也是我们发展的这个需要了 那直接的目的是在旧金山 参加我们中西一气功大会 那么这次大会呢 就是我们来了一个团队 来了四个人 这个我们也没有想到 在这个郭林新气功呢 沉寂了这么多年以后呢 在美国突然间 大家很喜欢他 非常的注意我们这个工法 因为在2006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美国养生气功学会呢 曾经邀请我来美国呢 来讲一讲郭林新气功 当时有很多的学员 都是在这个欢迎这件事情 可是呢 这个签证呢 美国的签证呢 还是比较受阻 那2006年我没有来 没有来呢 我们的养生气功学会呢 就是洛杉矶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那个 养生气功组织 他们就去聘请了加州大学 我们的林新教授 请林新教授 对我做一个政府的 学者讲学的邀请 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还是没有来到美国 那2016年我现在来到美国 是他们邀请我 10年之后 我才到这里 到这里来了 那这次来了 我们发现美国的这些 广大的这些群众们 非常欢迎我们 在大会上 我们马上就成了大会的焦点 大会结束以后 我们在美国寻访 我们走到哪里 都会有很多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 围绕着我们 他们希望学习 甚至有一些癌症病人 癌症病人 我们在加州 我们在俄亥俄州 就同时 其实我们是去看朋友 他那里就有三个癌症病人 有肾癌 膀癌的 不是叫前列腺癌的 最癌的一个 还有一个红班狼窗 在了解你目前的情况 我们对大师很好奇的就是 你过去是如何进入气功练习的 那当时很小了 当时才二十几岁 我们在插队啊 我是荣幸的跟咱们的习主席 王总理 都是在延安插队的知识青年 那时候生活很苦 我是由于一次调动工作的时候呢 行律到不了 人到了行律没有 就每天用这个烧火取暖 取暖 但是中了煤气 煤气以后呢 那个地方的医疗条件非常差 他就是不消毒 他的针管给所有的人打 然后就感染上了这个血液的这个肝炎 当时病情非常严重 就不能工作了 拿起东西一看就天旋地转 没有力气到自己的一个手绢都亮不了 那只能回来 回到北京来检查 正好碰见76年大地震 查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确诊了 确诊了以后呢 当时的情况很 很就是颠倒 我那时候严重失眠 白天就是昏沉沉沉 晚上整夜就睡不了觉 这时候我的一个邻居呢 他就会说你这么小的一个年纪 你就毁了 人生就毁了 你要出去要运动 我们两个就在有一天呢 就到了这个龙潭湖公园 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老太太 她戴着一个墨镜 好像一个华侨 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 这个这个后来我们的这个邻居 就去看大家都问老太太 这个病那个病能不能治 她也就帮我问问 说这个年轻人她得了病 你看看她这个能不能治啊 那我们的老师说学吧 都是只要好好练都可以好的 从此以后76年呢 我就走上了这个 学习郭林心气功的这个路 那我很快就康复了 在1977年的时候 就是在我学气功一年的时候 以后呢 郭林老师就培养我去教工 去北京师范大学 第一个学习班是在北京师范大学 教那些教授 教他们学习慢性病 治疗什么高血压 神经关能症等等 然后同时也讲课 那追随老师下来呢 在1984年 郭林老师去世的时候呢 我跟了他八年 在这八年里呢 郭林老师每天 每个周 每周都会给我们讲课 把所有的辅导员 人员集合进来讲课 然后呢 他会经常给我们查工 在公园里 让我们辅导员站一圈 走一走我看一看 我们当时很不理解 当时说老师 为什么老查工都查过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 工法的正确 是你成功的第一个方面 如果没有正确的工法 你走的不对 你的病情就是很难的痊愈了嘛 所以呢我们有幸跟着郭林老师 我自己想 我虽然那么年纪轻轻得了病 但是我觉得坏事变成了好事 因祸得福 我才能与我们的郭林老师 有缘相见 如果我没有生病 我就与他没有缘了 就是擦肩而过了 是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 苦难可以使人成长 这个天将大乱于世人也 必先劳惜筋骨苦惜心智 所以有时候 如果没有经过风雨 没有经过摧残 人生是不完整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自己深有体会 当时那么年轻 实际上我们正是 当时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 正是考大学的时候 我的同学们 都是纷纷的考了大学 而我那时候 因为生病 就不能去完成自己的心愿 但是呢 就是虽然说是 没有去上成大学 我接触了郭林心智工以后 我投进了新的一所 就改变人生的大学 我跟了郭林老师 我真的觉得 我比念博士 念几年博士 或者是去一个 非常正规的一个院校 还要幸运 郭林老师 她的那个 她的那个知识 非常丰富 我们在她这里面 不仅学到了公理工法 学到了这些 技术性的东西 我们很敬佩她的人格 很敬佩她的人格 我们从王大师身上 可以体会到一件事情 当初40年前 如果没有那场病 很可能 这个到了65岁 目前现在这个年纪 还能维持这么好的中气 这个肺活量 讲话这么有力量 这是不容易实现 所以可能就是 当时碰到这种事情以后 再活40年也没有问题 就是在 人的人生走过80年头 都没有问题 你是不是要感谢这个气功 是的 当时呢我父亲就说 经常会说我可能活不过30岁 可是呢就是我一路就是 学习了这个郭林气功以后啊 我感觉这个气功啊 它不是需要你自己去努力坚持的 为什么 因为它非常有很神奇的一种吸引力 比如说我那时候啊 昼夜颠倒 我经常会整夜失眠 白天昏昏沉沉 但是我加入我们这个学习 气功学习以后 一周以后 就一个星期以后 我就不失眠了 从那一周开始 我这一生没有过失眠 躺下就着 而且你外面敲锣打鼓 什么狗叫什么 都不会影响我的睡眠啊 那我这么在全全国全世界 这样去跑的去讲学啊 教功啊 我没有一次是因为 我自己的身体生了病啊 就是受了影响啊 所以呢就是我们感觉呢 学了气功以后呢 大家都是享受 就非常的幸福啊 生活非常幸福 家庭非常幸福 节目呃演播到这里 呃欲罢不能 越来越精彩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麦子隆伍摆 广告之后见 是的 欢迎回到现场 呃我们继续 让王大师给我们做个点评 结论 就是气功 和王大师本身的经验 你给我们做一个 呃详细的结论 那在八十年代呢 我们郭林新气功的影响力 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了 呃追随者成千上万 那个时候呢个人的力量 已经不能够达到这么大的 一个面积的推广 郭林老师决定成立 郭林新气功研究会 那么这个研究会呢成立以后呢 吸引了大量的他的弟子们 他的土地们 他的学生们啊 那这么多人来帮助他来 开展这个郭林新气功呢 郭林新气功的呃那个就是做的很好 那现在呢就是已经成立了 八三年成立 那今年已经是 已经成立了好几十年了 呃为什么他还有这么多人的去持续的 去自愿的去做这个传播工作 就是因为这个研究会 他不是个体了 他已经形成一种组织行为了 这样的话呢 他的力量就更大了 那我呢是在2005年的时候 然后接任我们的老会长 李平会长呢 开始做我们这个 这个郭林新气功的工作 那接手以后 我感觉我最重要的是 要把我们的文字资料 和我们的影像资料 抢救抢救回来 不能让他流失了啊 因为这个东西太多了 太广泛了 在保存在呃 某些人的个人手里 我们要把它呃 呃要把它成为历史 这时候呢 大概有四年的时间 我是没有出山 我一直沉浸在这个 收集整理中 啊 我们做了三本书 我们做了三本书 这里面有一本是《过丽日记》 这次没带来 这一本是我们的公法书 这本是我们的公礼书 这个是我们的影像光盘 这都是国家的出版社 国家的体育出版社帮我们出版的 那还有就是说 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 我们在全国搜集了病例 病例论文 也是厚厚的一本 这次大家还没有见到 但是我们这个病例不是就这一本 我是从老师去世以后 几乎每一个阶段性 我们都会搞这个病例 大量的有说服力的 这些癌症的慢性病的病例 还有我们的一些 医务工作所科学工作研究的论文 这个工作完了以后 我们召开了一个全世界范围的 纪念郭伟林老师 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 在这个大会上我们提出了 我们要继承 正确完整系统的 继承郭伟老师的这个气功的功法 并把它传承下去 这个决定做完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在全国 走郭伟老师走过的路 因为郭伟老师生前 他是在全国讲学 那我们围绕了他的 我们走了好几十个城市 好几十个城市 去帮助这些癌症病人 去开办学习班 去做讲座 后来呢 我们渐渐的就发展到 国际上的 就是包括我们 到俄罗斯 到德国 到这个 欧洲 四个国家 然后韩国 日本 那今年我们就来到了美国 来到了美国 我们知道这个气功 已经发扬到全世界 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个 我也很好奇 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以前在国内有很多的气功 有一些争议性的 我们这边如何去看 这些有争议性的 这些气功的链巴 气功它确实是从古至今 都是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它的传承不是一个虚空的 就是说 统称的一个气功 没有 都是各家各派的这个传承 那我们郭林老师的这个气功呢 由于它是 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就真心的这个去拥护它 因为确实 就是大家受益了 我们所有的这些人 包括做传承的这些 每一个人都从它这个气功里面受益了 它成功的治疗了自己的疾病 我今天的一个学生呢 就是它也是 现在是我们的老师 一会儿也请他给你们讲一讲 是如何从一个癌症病人康复起来的 是的 我的问题就是 更确切一点就是 以前有些气功 它练了练 走火入魔了 我们如何避免这些问题 走火入魔这个情况呢 主要是 就是 一个是呢 就是 它不能跟着老师 跟一个名师 就是一个老师真正的懂气功 那它有的人呢 它是似懂非懂 这样它交出来的人就容易出问题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它的心神不安静 过去老师老师讲 学习这些进攻啊 都要到深山老林中去 自己的心态很平和 那它受了一些情绪的干扰 这时候它的气机会紊乱 气情喜怒忧思悲恐惊 是跟我们的气血是紧密相连的 你每一个情绪动气了以后 它的气血都会走变化 那它如果受了这种气情的干扰以后 会有一些偏差 但是我们郭林老师呢 对这个东西呢 它非常冷静 有很多受了气情干扰 或者出了偏差的人 找到它求到它 让它给它揪偏 揪偏那有很多走火入魔的 那真是痛苦极了 人就像在火中不断的 每天都在烧 你想那是什么感觉 或者说是突然间全身 僵住了不会动了 很多离奇的古怪的这种出偏差 很吓人 所以说呢 大家都会对气功有一种恐怖 认为说的不能学气功 学气功就会走火入魔 实际上呢 这也是一种误解 我们真正的很好地去 就是学习的话呢 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郭林老师呢 把他的功法改造到就是比较安全 应该说是我们癌症病人很少 没有说谁出偏了 都是顺顺当道学下来了 那我下一期的工作 就是在抢救文字影像以后 我做了这个病例的留存 召开了孤林老师大会 全国各地讲学 下一步我认为我最主要的任务是把我们的接班人培养起来 要我一个人的力量 或者说我们研究会的这些几十位老师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要大面积的去培训一些 能够胜任教学或者说是辅导工作的这个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呢 我认为他们应该有国际的这个视野 比如说他有双语的这个特点 或者他对于网络比较能够宣传能够比较有帮助 另外他年轻有经历 那从他年轻的时候培养起来呢 他会对七宫的认识呢会深刻 你像我们这个跟着郭林老师 我到现在从76年到2016年我整整40年 那我的对七宫的理解呢 他不是一个就是四年的博士生可以能够达到的 我不仅要学习他的理论 古典的现代的中医的新医的 而且我还要把这些东西体会到我自己的身体上 我今天参加了王大师的这个培训班之后 深深的体会出非常的舒服 平常我们尤其白领做办公室的人 整天这个这个腹腕工作 他这个僵硬的问题 肩肘炎 这些问题通通可以解决 今天我们在外面也做了一个户外的一个练习 大家都徜徉在这个这个大自然之中 这个血液循环又良好 然后得到了身体 得到了疏解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是的 郭林心气功是中国的一个宝贝 同时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骄傲 我们特别就是说 大家在练七宫的时候 会说我们得到一种高级的享受 这种享受是什么东西都代替不了的 那我们有了这种好的这种感觉 就以后呢 我们很希望跟大家分享 非常希望把这些东西传达给大家 解除任何人的 任何身体上的不舒服的这种状态 因为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所以呢 我们有信心的去把它传播开 那我们郭林老师生前呢 他有三大遗愿 这个遗愿呢 我们在我们这个阶段 如果还没有完成的话 我们希望我们的接班的这个老师学生们 要把它一带一带做下去 那他的第一个愿望呢 就是说成立一所 就是不是一所了 就是说气功疗养院 我们的病人现在到我们这来学习 要住在旅馆里头 要去外面吃饭等等很辛苦 如果我们有一个疗养院 这个疗养院呢 又能给他进行一些医疗 又能就是让他安安心心的去学好气功呢 然后再康复了走出去 这是他的第一个心愿 那他的第二个心愿呢 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 他有那么深厚的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的基础 能不能成立一个学校 那时候郭林老师成立一所气功大学 把中华文化这个东西传播出去 这个东西是我们文化的精髓 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环境才能传播好 如果要很散撞的就你讲一句 他讲一句 有的讲就讲 有的没有讲成不了系统的话 这个传承我认为是不成功的 那么第三个医院呢 就是他要攀登世界医学的高峰 这个我想呢 大家其共同努力是应该可以做到的 大家知道去年我们有一个很兴奋 中华民族这个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图幽幽 在诺贝尔奖这个清高速的发明研究上呢 获得了诺贝尔奖 他是针对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瘧疾 而我们郭林老师的这套功法呢 他是针对的所有的你的病症 不管你是癌症 不管是你很疑难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病 还是我们就是叫那个就是 不是那个亚健康的这种人群 像刚才我们的主持人提到的 什么进锥的广大的进锥的 服案工作的进锥病啊 青少年的近视眼 我们很有效的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呢 共同努力 我们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 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 谢谢大家 是啊 很快的 我们时间接近了尾声 我们意有未尽 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机会 再邀请王大师来到现场 谢谢 那现在有一个要前面要讲的一个 要把它讲了吧